弟兄姐妹们平安 在现实的生活中 我们看到婚姻所面对的困难 有时候就算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还是无法解决的 以撒和利白家的婚姻 就反映了这个事实 以撒因神与他父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自己也蒙了神的祝福 以撒的生命能给我们去效法的地方并不多 他在婚姻的故事里 代表了一个初心大意的男人 相反的 利白家在故事里 代表了一个心系的女人 在以撒还没有找到对象的时候 他父亲就派起了家中的老仆人 去远方亲戚那里为他提亲 当老仆人去到远方的哈兰 向利白家的家人提亲的时候 利白家没有词语的 就答应了 利白家竟然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 去到遥远的迦南 嫁给一个素未蒙面的男人 利白家在故事里 也代表了一个机智 勇敢 有信心的女人 以撒和利白家的故事 虽然以幸福做开始 却以家庭分裂的不幸 做结束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夫妻之间犯了什么错呢 创世纪二十六章 一到十节 罚你了夫妻之间 有沟通上的问题 这段经文记载了 以撒因饥荒 逃到基利尔避难的故事 经文的描述 让我们回想起 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 当年也面对相同的处境 比较一下两个故事的记载 我们不难发现 父子在面对相似的出景的时候 所表现的并不一样 以撒害怕当地的人 为了抢夺他的妻子 先把他杀了 但是以撒并没有把心中 这个忧虑告诉利白家 他没有像他父亲一样 事先计划好了 与妻子沟通商量 请求妻子的帮助 以撒是后来 到了基利尔的时候 面对当地人的询问 心中害怕 才隐瞒自己 和利白家的真实关系的 这事件 利白家被蒙在鼓里 所以才会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举止 就让雅比米勒王 从窗户里 望见他和老公 亲亲我我的那一幕 当雅比米勒 召了以撒去问话 证实他们是夫妻关系的时候 就责备以撒说 你向我们做了什么事呢 民众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子同情 把我们陷在罪里了 因为事情没有事先公通好 做妻子的 后来才知道自己和先生都处在一种危险的当中 以撒和他父亲不同的是 以撒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行动 和妻子之间缺乏了沟通 久了 夫妻之间就越来越难沟通了 有人问 如果我内向不善于沟通 怎么办呢 其实内向不善于沟通的问题 比起不愿意沟通 或是不坦白沟通 所造成的问题 来得容易解决呢 因为沟通的基本条件 是愿意和真诚 一个内向 不善于表达的人 只要愿意和配偶多花时间相处 多学习表达 你的配偶最终是会了解你的心意的 愿意花时间与配偶谈天 本身就是一种的沟通 到底要和配偶说些什么 虽然很重要 但还是其次的 因为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时间就会花在哪里 所以花时间和配偶在一起 就等于告诉他说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和配偶在一起的时间是可以安排的 比如一起吃饭 一起购物 一起散步 一起做生活中 共同要做的事情 这样就不需要花太多额外的时间 也能共处一处了 共处的时间是感情的基础 有了感情的基础 沟通变得容易得多了 相反的 一个很会说话 但每一天却忙碌到 只和配偶说半句话 那就糟糕了 因为等到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沟通变得很困难 彼此之间有陌生感 有距离 有疑惑 你讲什么 他可能都听不见了 心中一直在想 你是不是还在爱我呢 沟通也要诚实 因为一旦配偶发现你不诚实 就很难让他再信任你 这个时候 你就算再努力 他已经听不进去了 所以不要故意隐瞒事实 更不要去说谎 编造故事 另一方面 创世纪25章27到34节 让我们看到 夫妻之间出现的不和谐 会带给孩子负面的影响 以撒的两个酸胞胎 长相和性格都不一样 以撒爱打猎 打猎回来 总是带一些野味给老爸吃 爸爸就偏爱怡嫂 而雅各呢 他为人安静 常常待在帐篷里陪妈妈 妈妈就偏爱雅各 爸爸只和怡嫂沟通 妈妈只和雅各沟通 家里好像是分两个档派的 怡嫂应有爸爸的宠爱 就受爸爸的影响比较深 长大后就像爸爸 像爸爸什么呢 像爸爸贪吃 而雅各有妈妈宠爱 就受妈妈的影响比较深 长大后很像他妈妈 学了妈妈的鬼杂 有一天 以撒打猎回来 累到头昏 看到弟弟雅各熬了一碗汤 就对雅各 弟弟说 我累昏了 求你把这碗汤给我 弟弟说 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 我就把汤给你 雅各就这样用了伎俩 换取了乙嫂长子的名分 而乙嫂呢 为了吃这一碗汤 竟然把最重要的 长子的名分给卖了 这两个孩子的性格 一个像妈妈 另一个像爸爸 雅各像妈妈鬼杂 乙嫂像爸爸贪吃 所以若要孩子的性格 有较全面的塑造 父母不能对孩子偏心 如果身为家长的 一个偏爱一个 孩子之间也会产生矛盾 甚至演变成仇恨呢 如果父母能站在同一条阵线 父亲不在场的时候 做母亲的 就能发挥权柄 去教导儿女 相反的 当母亲不在场的时候 做父亲的呢 也能发挥权柄 管教儿女 以少第一次娶了外主女子为妻 父母都很难过 而这件事情 父亲并没说什么 而是后来 以少自己发现到 以少为了讨好 父亲的欢心 后来又到亲戚那里 再结一次婚 就是为了娶 父亲的欢心 如果当初做父亲的 能够把自己的心意 向孩子表明 那就好了 就算当时 做父亲的是去 教导孩子的这个机会 做母亲的 也可以补他的不足 但是从以少的家庭运作的模式来看 以少是很难听母亲的话的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 要是彼此能够调和 对孩子的教导 一致 孩子的性格的发展会比较稳定 也会比较平衡 离开了熟悉的家里 来到了陌生的环境 满满人海中 怎么感到如此冷清 盼望找到一份安静 一份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耶稣基督的爱里 重新找到 生活的动力 是因为爱 我们才能够勇敢的相爱 也只有爱 才能让我们坚持了下来 如没有爱 关系的理念 多了一种 病冷的感慨 我们爱 是因 深陷爱 感谢上帝的带领 茶宝船里雨依旧霸气 我们在等待你 心建立 神的家园 让我们起来欢庆 数不完 山地的恩典 请你加入我们 同行建造 爱的家庭 是因为爱 我们才能够 勇敢的相爱 也只有爱 也只有爱 才能让我们坚持了下来 如没有爱 关系的理念 做了一种 病冷的感慨 我们爱 只因 深陷爱 是因为爱 我们才能够 勇敢的相爱 也只有爱 才能让我们坚持了下来 如没有爱 关系的理念 关系的理念 做了一种 病冷的感慨 我们爱 只因 深陷爱 是因为爱 我们才能够 勇敢的相爱 也只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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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让我们坚持了下来 才能让我们坚持了下来 坚持了下来 坚持了下来 如果没有爱 深陷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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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因 深陷爱 请不吝点赞